大家好,我是Dan 11月11号晚上9点20分左右 在首尔地铁二号线残势站 占物员在巡逻时 发现一名露宿者躺在车站内睡觉 就叫醒他让他离开 被叫醒的露宿者非常生气地向占物员挥圈 就在这个时候 一位穿着蜘蛛虾服装的市民突然出现了 蜘蛛虾抓住了露宿者的手 露宿者大喊放开我 试图向占物员冲 但蜘蛛虾说请保持冷静 并阻止了他 试图向占物员 垃圾造成这个 仍然叶木 Nope 从当时被拍摄的影片中可以看到 蜘蛛虾在制止年长的露宿者过程中 抓住他的双手 仿佛在跳舞一般 而让周围的民众们忍不住大笑了 之后接到债务员包警的警察赶到现场 强行驱逐了路宿者 当天晚上网络上就出现了很多 蚕食站出现了蜘蛛侠的贴文 有网友表示 我朋友在蚕食站遇到了蜘蛛侠 惊慌失措的拥音语问是否可以拍照 他慈祥的回答说 当然可以 现实版的英雄阻止犯罪 给大家笑容和希望后离开了 等等的反应 然后到了当天凌晨1点30分左右 一位自称自己是蚕食站蜘蛛侠的网友 在推特上发文 周末我经常穿着蜘蛛侠服装 却儿童较多的蚕食 为他们拍照 创造美好回忆 当时因为说警察还有10分钟才能到达 为了避免事态进一步恶化 我才会去阻止的 真的是一位非常善良的人 但是 在自称是蜘蛛侠的账户出现后 马上就出现了很多 过去被他诈骗的指控 从事角色扮演活动的A先生 在X上分享了蚕食蜘蛛侠的影片后留言 诈骗受害 这位A先生是根据 承认自己是蜘蛛侠的IG账户 来确定了蜘蛛侠的真实身份 A先生表示 这个人曾在钢铁侠制作论坛 接受了某人的委托制作装备 但拿了钱后就消失了 之后在论坛正义闹得很大后 他才还钱了 A先生还表示 他还曾联系我说用壳换面罩 但他拿走了壳后就消失了 这次也是事情在论坛闹很大后 大概在6个多月左右后才还给了我 A先生对媒体表示 这个人在钢铁侠制作论坛活动了很长时间 但在出现几次诈骗问题后 他更改了尼称 删除了所有帖子 然后消失了 因为这次事件 有很多人站出来讲述了他们的受害经历 另外一位受害者也表示 最近他以制作装备为借口联络了我 但幸运地透过其他人的帮助 我及时发现了那个人的真面目 避免了受害 在我周围的人中 也有很多被那家伙受骗的受害者们 我发这篇长文 是希望能让更多人知道 不要再有受害者出现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在那个时间还穿那样晃来晃去 是正常的吗 说是出去帮孩子们拍照 但却是在傍晚 那些人真的不知道自己是傻逼吗 周围的人都不告诉他们吗 这世界越来越奇怪了 因为很清楚 真的感觉所有新闻 都像是很平凡的日常一样 让我再次想到 我们应该平时就注意自己的行为举止 要不然最终可能会因为 自己过去的行为而陷入困境 所以大家觉得 才是占友善的邻居 蜘蛛响 真的是友善的邻居吗 对某些人是友善 对某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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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实什么 对某些人 对某些人 的对某些人 吸食 对某些人 这个人 还有一些人